对于虎人队的管理层而言,今年夏天的工作无疑是成功的,虽然没有如月天下至少两个超级球星,但是他们得到了自由市场上最大的一条鱼之一詹姆斯,这就相当于给其他球星提供了范例。 接下来虎人队会逐渐成为超级球星们的理想去处,值得一提的是,在签下加姆斯之后虎人队似乎并没有着急对阵容进行调整,只要他们愿意恐怕从马次队交易得到莱昂纳德问题不大,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冒着风险去损失年轻健富得到莱昂纳德,而是选择继续对莱昂纳德验货一年。 当然,虎人队真正的目标是在2019年夏天,到那时虎人队依旧拥有充足的心境空间,再加上詹姆斯加盲后夏塞基的成绩保障,他们在追求大派自由人时,也有了更足的底气。 可以预见的是,明年夏天虎人队的目标,将会锁定在莱昂纳德、巴克勒和汤普森三人的身上。 这其中虎人队最有可能得到的当然,就是莱昂纳德和汤普森了。 如果能够得到勇士队的冠军后卫汤普森,那绝对是一件应许两得的事情。 一方面汤普森的裘风和詹姆斯的体系完美聚合,另一方面得到汤普森也能够削弱勇士队对于全联盟的统治力。 看似汤普森和胡人队风马牛不相及不会加盟,但是胡人队在这一方面的诱惑力也是相当大的。 首先,胡人队拥有充分的心境空间,已经三枚冠军戒指,即将四枚冠军戒指在手的汤普森,很有可,能回去追求一份大合同,胡人队就能够很好地满足他的要求。 其次,胡人队的体系,能够让汤普森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。 汤普森的下一份合同不仅要考虑薪水,同时也要考虑个人的发展。 他来到胡人队辅佐詹姆斯,出色的射数加上防守,能够让他的个人价值继续得到体现,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双赢的选择。 最后,克莱汤普森的父亲米切尔汤普森,曾经是胡人队的冠军成员。 他在1987年和1988年,作为胡人队的主要替不住队夺冠,有汤普森父亲的这一层因素,相信汤普森在考虑下家的时候也会对胡人队格外关注。